丁耳冬哀 回来最前 反收礼风帆持续两个几样 警民冲突不断 暴力未知几时才会停止 新闻指针分别访问了 不同纲位的警察 及同两位不同年龄的示威者 我们听听自身模仙警察的声声 无个版示威者完全去见多 或警察这边 令到有人应兴严严 大家都开始没有底纳 即是好像人的汽油彈那些 我覺得是變成真 不可以的希望你能夠男性離開 演藉男馬 即是往往都希望 市民多些涼介在前線局長的基本人員 反修例運動 將這支亞洲最優秀的隊卷入覆眼 我們以各種渠道聯絡超過200個警務人員 最終有三個肯做訪問 防部警察J只肯用Telegram答問題 搜集情報的陳Sir肯跟我們打電話 但要求葉沛英國出訪問內容 兩人的身份都驚恨正光 大家都在香港人 我得示威者進取的是對 但警察為此自安也是道理 現在變成霸心很難做的 那你們的示威者衝擊 我們橫手當然沒有保護飛 但很多時候有些同事又真的太心痛 受控制是過分了 還有很多人都開始覺得很累 等於你經常有OT 人都會暴躁 以前搞了單個個案就會很厚制 因為每一個動作都是一對一 自己要負負自己的責任 但現在這些場面就代表集體褲集製 自然不會留守 陳Sir就說示威者的行為都激化了警察的反應 起底是沒可能接受的 反過來如果是示威者被起底 有人搞他們的家也不好受 如果是搞警察的家人 甚至是宿舍 警察才會更硬 硬正武林情場之中出現過這把另類聲音 接下來這五年 你是不是真的想跟這些人實去聯絡 當晚在馬克山警署叫咪的林Sir 在警方安排下接受訪問 他是沙田警區行動主任 亦都是談判專家 他說不會標籤示威者 亦希望對方這樣叫警察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不受辱的 我們沒有需要依平解決 所以無論是誰站在哪一邊的人士都好 都多點看清醒自己 對面是另一個香港人 有人會說警察的武林 他們不舒服 同時也會聽到不少人覺得 警察是需要停止這種暴力事件 我覺得作為執法人員 是要聆聽不同的聲音 隱藏了身份的兩位警員就不成 你兩個月來有些地方 警方是處理得不好 防暴警察阿J最介意的是 越南七二一 那晚我看到下 想幫手都幫不到 警察應該保護市民 做得很差 那晚之後真是很辛苦 陳Sir就不明白為什麼要辦示威者 抓人有更好的方法 現在這麼搞 被市民覺得 在警察辦示威者去衝 莫得無必要這樣做 雙方也要停一停 這樣想 沒可能會了解 我們這麼辛苦在前線 有些同事就會覺得 政府你做過什麼呢 是說我們拉一百個 拉一千個人 這件事就會搞定 政府是要找示威者去談 但是示威者 又是不是有十個訴求 真是缺一不可 是不是可以讓步先 假設警察做不到事 示威者贏了 那之後是怎樣呢 面對的可能是解放軍 或者是武警 我都不知道 有事電視記者 邱翠紅 報道 有市民發起晚上 在各區首牽首活動 謝興義在銅鑼灣的東角度 謝興義 你那邊首牽首活動 開始了 好嗎 沒有 沒有 好 我在銅鑼灣SOCO 外面這裡 其實大約七點鐘開始 已經有大批市民來到這裡 準備手牽手組成一條人鏈 由於陸續都有一些市民加入 所以其實他們的龍都要一直在那裡移 不是說現在全程都是一路手牽手的 而他們其實都沒有一個特別說要穿些什麼服飾 見到很多人其實都是有些人放工過來 都是穿著便服 或者上班的服飾 他們其實都是為了 這次其實香港之路的這個活動 是由一些網民發起 他們都是想呼應近日一些關於反修禮的訴求 其實現在就見到一條人龍一路是向著天候的方向 根據網上號召 其實他們是會穿過環園再去到天候 然後這條人龍是會一路去到沙基灣 我們會繼續在這裡跟進這個活動的情況 謝謝 有市民發起星期日全攜清大遊行 警方反對遊行申請 但是不反對在原定終點 全灣公園舉辦集會 遊行主辦者原本計劃 星期日下午在葵方南巴士總站集會 之後經葵福路、楊屋道遊行到全灣公園 警方說經過風險評估 認為葵方的起點 無法容納市民集會 會嚴重影響巴士站 以及附近的小巴站運作 別擔心附近建築物會受到暴力衝擊 上個月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 兩位男人被控暴動罪 案件押後到10月 兩人獲准保釋 但是不准踏足元朗站50米範圍 有章話報道 48歲電力工程公司東主王英傑 54歲運輸公司老闆王志榮 被控一項暴動罪 無需特別 各獲准以現金3萬元保釋 需要遵守銷禁令 不准踏足元朗站50米範圍 亦都不可以來港 控罪指他們在7月21日 在港鐵西鐵線元朗站內 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控方在庭上透露事發當晚 有大約50名白衣人手持藤條木棍 在元朗一大聚集和黑衣人士口角 雙方都有暴力行為 包括扔水瓶用水球射水 大批白衣人用藤條打黑衣人 又在港鐵車廂向乘客施站引起極度恐慌 警方翻看閉路電視 發現兩名被告的蹤影 控方指黃志榮曾經用垃圾桶蓋向黑衣人施襲 警方在他的住所搜出的衣物和案發時都吻合 而黃英傑當時都很接近白衣人 沒有戴口罩 在羅湖過關的時候被捕 警戒之下招認曾經在西鐵站和月台出現 並同在場人士口角 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到10月25日再提堂 讓警方進一步調查 有些電視記者由盡量不動 接著是陳漢威說的體育消息